国民党立委蔡振元上个礼拜前往了瑞士来考察 借后被民众拍到就是身旁跟着他 你看呢这是保马伟戴着帽子这样子清秀正妹 被质疑是不是真把妹呢 不过蔡振元这回可是亲自出面来澄清 哎呀我看到这个照片以后 他一定会很高兴 那是我办公室主任已经年纪超过40岁了 还能够被称为正妹 他就能出面澄清 说的马伟真妹是红信办公室主任 走到哪里都会被拍啊 这没什么稀奇的啊 我沿途都很多人拍过照片啊 那时候外面有下点小雨 我这个不喜欢淋雨的啊 我在那边喝点咖啡 那很多人都跑到外面去拍照片啊 那我个人没那么高的亚讯啊 乌龙绯闻抢占媒体版面 不过瑞士考察6T花的钱也不少 蔡振元也打包票没拿纳税人的钱 那你之后的赎钱是自费的 自费的啊 难道有哪个公家机会要补助 或者媒体要补助吗 我预告一下 我七月初要去俄罗斯 欢迎大家来跟啊 开战员没在怕 包括下个月要俄罗斯考察 核电厂 希望民众或媒体来跟拍 别再补风注意乱爆料 这叫李正华询问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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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